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也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想到健康 我们每人每天都需要 摄取相当的蛋白质 那国人这一个动物性的肉类蛋白质 摄取最多的就是猪肉 事实上猪肉也是国人 最主要的红肉跟铁质的 营养素的来源 可是不同部位的猪肉 其实它的营养素 它的热量 还有它的脂肪分布差很大 那更重要的是 观众朋友在传统市场 或者超级市场也会发现 不同部位的猪肉 价差其实很大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用这一个猪肉 跟这个肉类呢 待会儿这一集的健康好 生活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宏翔医生 女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新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罗隆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李德权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洪医师 国人除了这个少数的恐怕回教徒以外 几乎多数人从小吃猪肉 甚至肉松肉制品 吃到大 那这个各式各样的猪肉 对于现代人来讲 他一方面是营养素红肉跟蛋白质 跟铁质的来源 可是一个不小心 也常常是脂肪的重要来源 猪肉在红肉里面算是那个油脂含量最丰富的 即使最瘦那个部分都占得到10%所有的油脂 这也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 所有的营养学家都会跟他讲说 好像红肉啊 就什么跟大肠癌息相关的 大家会很害怕 今天要还猪肉一个公平 其实猪肉是我们的非常营养的一道食物 只是我们摄取错了 我就先举一个案例 我是肾脏科的医师 我照顾的都是一些糖尿病啊 一些爷爷奶奶们 那他们很辛苦是 我们有一个指标叫雪中的白蛋白 我们要评估一个老人到底营养 够不够会抽血看他的白蛋白 正常大概3.5到5.2 当然我们常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 当你血中的白蛋白低到3.0以下的时候 这是一个半年死亡的指标 老年人一旦营养掉到一定叫非常营养不良的时候 是很容易死亡的 我那一天那个门诊来了一个八十几岁的奶奶 那奶奶他其实他平常没什么慢性病 没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 那他以前食欲非常旺盛 他喜欢他从年轻都喜欢卤猪脚炖猪肉 那他也他有一个老伴爷爷跟他 其实年轻时候两个都非常喜欢吃这道料理 可是半年前爷爷那个心肌梗塞死掉了 那时候那个从此后那个奶奶非常非常自责 他觉得说可能是他从年轻的那种高油的 这种猪肉的一个料理造成 所以他从那个爷爷过世之后 他整个食欲下降 而且再也不吃这些猪肉料理 他这次来找我是因为他一个感冒 他来的时候他是被他女儿推着任何轮椅进来的 因为整个脚水肿 然后很严重的那个就整个就很虚弱 然后我抽了一下他的白蛋白 血中白蛋白剩下2.8 我刚刚讲到3.0以下是一个老年人来讲 是一个极度的那个营养不良 我们会说肌扫症 肌扫症这是一个已经到结果 但事实上会从血中白蛋白降低开始 那这种是很危险 他这种感冒就免疫力 像一个免疫不全的病人 一下子就变肺炎 肺炎会耗掉他更多的养分 那整个人就垮掉 就那么心肺衰竭 其实他来的时候已经热磨积水 肺炎然后心肺衰竭 那时候刚好赶快收住院 那收住院大概弄了一个月 好不容易出院 可是出院的时候 整个就受到他水分排掉了 可是人就皮包骨很累很累 那他再来我们 我跟他讲说 那个奶奶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 赶快把他营养建立起来 不然很快下一次又会肺炎 马上又会出现 我跟大家讲老年人 我们是在讲限制饮食 比如我们肾脏病 要什么腺磷腺胛腺腺 这个是指就吃过多人 才要限制饮食 你如果老年人 那什么都很低 什么脂肪也低 尿素蛋也低 这个事实上他喜欢吃什么 就让他吃进去就好 那个营养只要垮掉 我刚刚讲的 其实老年人的寿命 很快就会受影响 那奶奶开始吃这 开始吃这种猪肉料理之后 很快的 他在三个月之后 我测他的白蛋白 恢复到3.5了 那整个精神气力 那些整个都变得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猪肉 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我刚刚讲 它是一个高热量的 所以含油脂量高 热量 老年人的食欲很少的 他你吃到油脂 一公克的油脂是九大卡 所以他食欲不多 可是他可以产生足够的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跟贫血息息相关 我每次老年人 只要贫血 我叫他去猪肉 猪肉里面一个 除了他的铁很容易吸收之外 他有一个叫半光氨酸的 这个跟造血功能是息息相关 还有他的一些优质蛋白 对老人的免疫力 还有他们的那个 组织的结构 是有帮助 他有很多矿物质 矿物质包括一些 铜锡 钙磷 铁 铁 这个都很高 这个对老年人 那另外就是维生素B群 B1 B2 B6 B12 这跟老年的那个神经退化 效果非常好 所以刚刚讲 当然要小心 他唯一的坏出是 饱和脂肪太高 所以老年人 我是建议可以一个是 稍微选比较瘦肉的部分 然后炖煮烂一些些 然后他们事实上 我认为 他们食欲没有那么旺盛 你要吃到非常非常高的饱 这几率其实也不高 而且肉类 刚刚讲不是不能吃 只是说 比较健康的摄取的话 对于现代人来讲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在这几年 因为有一些营养的 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一些期刊 他们都强力的在讲说 红肉少吃 但是他们的前提是在什么 你想想看美国人 他们的汉堡里头 非常大量的红肉 所以他们才会 极力的推广红肉少吃 可是在亚洲区的国家 其实相对下 你可以不要把自己 看得这么的严谨 为什么讲这个 真的我们很多病人 是深受其害 我今天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是妈妈带着她一起来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 她是说 因为她不知道看什么科 来找加一科 那为什么呢 她说她最近掉法掉的很严重 那在讲她掉法的过程中 她就叙述了一下 最近她发生的情况 这个情况持续了 大概两三年 她妈妈就抱怨说 这个小孩子 以前功课蛮好的 可是这几年 好像就是回家很容易累 很早就说 我很想睡觉 很想睡觉 那上课也很常被老师说 她很容易不集中精神 会像打瞌睡这样子 她妈妈也很困扰 我一天就觉得不对 这可能是全身性的问题 一抽血检查 其实刚刚洪一师其中提到的一个 她的血红素指数 女生正常大概要十二以上 叫做正常 她只有七点九 非常低 这是非常低 这一定会引发很多身体的不舒服 因为身体的血量 铁的这个量不够了 没有办法去应付紧急状况 那我们基本上在贫血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像女孩子有些MC很多 子宫肌瘤 有些人是男生女生 都可能会出现大肠 或是肠胃道的出血 检查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说好 那是最后一步 我就问妈妈说 她的饮食状况给我看 才发现这个小孩子 因为妈妈说红肉不好 他们家里跟他在外面 都只吃白肉 他不吃红肉已经十年了 他整整十年家里是不碰红肉的 所以后来我在经过 这个一定要吃药 要去调整他 吃完药后 最后等他已经毕业了 我给他处方 就是请你每一个礼拜 强迫自己吃两次红肉 其中猪肉就是个很适合的东西 为什么 其实你知道吗 我自己也算是一个 小小的家庭主妇 我其实在去这种超市买肉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买猪肉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理由 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 第一个 我觉得它的价钱上 相对比牛肉来的更便宜 而且更好入手 第二个 其实大家在蛋白质的选择上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 还有很多的蛋白质的东西容易造成过敏 例如像牛奶 例如像鸡蛋 例如像海鲜 可是相对下猪肉 发生过敏的机会少很多 所以如果在有一些人 你这个有这样两个 你觉得你好像适合的 我不妨建议你选这个猪肉 是个很好的选择的来源 你看哦 它的肉的卡路里是落差非常大的 它可以从这个大理肌 我们看到这个背部的地方 大理肌从118卡 到它的五花肉 386卡 也就是几乎高了三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体重控制的人 其实你只要选择 比如说腱子肉 选择什么瘦肉 大理肌 腰内肉 都比较瘦 它也比较不会有我们担心说 饱和脂肪过高 或是过多的问题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比较瘦 你又想重视口感的人 你不妨就选择一些热量相对高 但是它的这个油花 你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像有些老人家 其实他真的吃得不多 那这时候 你只要让他有口腹之欲 是够的 其实就很好了 所以其实你看 你只要了解猪的很多地方的 这个我们说分布的油脂不同 相对摄取好的位置 其实就是很OK的一个食物来源 那介绍我们柯师傅 就要分享一个健康猪肉好料理 今天要先烧的是黑椒一口梅花粒 烧的中间过程 再跟大家分享 挑不同的猪肉食材部位的差异 没错没错 我们这个肉呢 先稍微先腌一下 今天是梅花肉 把它切成丁状 你把它切成丁状 那这个方式你可以用 一样可以用其他的红肉 比如说牛肉来做 那我们先稍微就是放一点点 酱油 然后放一点点 米酒 放一点点芝麻油 香油这样子 我们先稍微给它抓一下 好腌它一下 对稍微抓一抓它就入味了 这个部位我们讲梅花肉 它叫肩胛里脊 它这一块部位的话 它一个好处就是 不管你是瞬间熟的好吃 你酒煮熟的也很好吃 所以梅花肉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 师傅现在加了一点太白粉 对加了一点太白粉 然后就是上一点点粉 那实际上你就不需要很多 不需要很多 然后我们这边呢 放一点点油来煎它 然后另外这边 我们也放一点油 我等一下我这边 就是来煎那个菇类 菇类的东西 好 然后我就把我的猪肉 就放进来 就先不用管它 直接我们就刚刚抓匀了 然后就放进来 那你每一颗大概就煎 切成四方钉状 切成四方钉状就可以 让它大小一致 然后待会熟的 你熟的速度也会一致 然后另外一边 我们就把这个 好 杏鲍菇也放进来煎 那这个都是耐煎的东西 所以你提早放进去 都没关系 不管男生或女生 我说是第一 在猪肉里面 不管是容易流产 或肾虚寒冷 其实猪肉在有 比较大的一个地位的 洗肾患者 它的蛋白质的量 竟然要吃到比一般糖尿病的 更高 现在人工腎荡越来越 卡齐得很干净 结果把它的蛋白质拉完之后 它整个就虚弱 就停血 整个就反而要掉它的命 好 这个在煎的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来介绍我们这个肉 好 那刚刚师傅用的是梅花肉 梅花肉是我们 超级市场也买得到这一块 对 这一块就是梅花肉 那你梅花肉的话 它本身就是 你看它 有点油花 对 然后这边是筋 这边不是油 这边是筋 这边是筋 然后油脂就是会分布在肉类里面 所以梅花肉 不管你是瞬间熟 或者是酒煮熟 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块肉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块是后腿肉 好 后腿肉的话 它适合就是酒煮 后腿肉它怎么讲 就是它没办法瞬间 瞬间的话就很硬 它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这一块部位就适合酒煮 而且后腿肉瘦很多 所以它酒煮也会柴 对 那这个是五花肉 五花肉就是一般来讲 你酒煮的话 但是滋润比较好吃 滋味比较好吃 做卤肉饭也是这一块最好吃 然后这一块是小鲤鲤 小鲤鲤 小鲤鲤就是所谓的油来吧 就是腰内肉就是小鲤鲤 然后再来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一块松板 松板这个叫做下腮肉 就是我们的颈部一直到腮帮子旁边这一块肉 那这一块肉是目前来讲整只猪里面最贵的这个部位 然后这个是鲤骨 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脊椎骨 那一般来讲这个都只适合熬汤 熬汤 因为它没什么肉 这一般适合熬汤 然后这一个火锅肉片 实际上它是大鲤鲤肉 去骨的大鲤鲤肉 所以它只有在上半部这个地方 我们称为上钙这个部分 颜色有点差是正常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上钙肉的部分 这一块因为它含有油脂 它有油脂的话它会颜色会比较红 这一块全瘦的话它比较粉色系 你看越瘦的部位它越粉 所以这是正常的 正常 所以一般来讲老饕都喜欢吃这一块 也是所谓牛里面的老饕肉 上钙肉 然后这一块是夹心肉 夹心肉它实际上也是瞬间熟很好吃 因为只要夹心就是靠近心脏部位的 它属于比较嫩的瘦肉 属于比较嫩的瘦肉 然后这一块是我们讲的 南排 南排就是靠近肚子的排骨 就是我们的肋排最末端的部分 南排 所以每次餐厅这个叫肋排 对 那如果上海菜这个叫烧纸排 纸排也是南排 广东人叫南排 台湾人就是肉骨排 台湾人讲肉骨排 就是它含有肉骨的排 好 观众朋友如果在传统的肉摊 自己要做什么料理的时候 就可以针对自己的选择来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告诉大家 之前也告诉大家过过 就是我们中间画个十字 前半部跟上半部属于快熟的 然后后半部尤其越下半部的话 就越难熟 但是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这边有一块 这个我们这边脚旁边这边 有一个就是后脚里肌这一块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老鼠肉 它这一块是瞬间熟 其他部位都是要煮很久的 我们这边这个杏鲍菇 杏鲍菇 杏鲍菇也这个炒香 对 然后它等一下你咬的时候 它脆脆嫩嫩很好吃 然后我们加大量的蒜头进来 现在炒的是蒜末 加了很大量的蒜头来爆香 然后只要闻到香气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爆香的是黑胡椒粉 好 我们黑胡椒粉放进来爆香 黑胡椒炒过的话 它香气会更足 跟蒜头尤其更搭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它炒香 对 然后我们可以呛一点点酒 反而不是呛在肉 没有 是炒在菇里头 还有那个蒜头 蒜头 让它那个香气会更足一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 换 那刚刚炒的是少量的米酒 少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你太多的话 因为这一道是吃干松的 如果你太多的话 它变成瘦水太多的话不好 而且等一下我们加进去的这些食材 它本身也有水分 像我们加一些甜椒类的 甜椒类放进来 所以为什么刚刚的肉要腌过 肉才会吃到这个味道入味 没错 然后这个甜椒类都是后面放 甜椒类它受热以后 它也会慢慢出水 所以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青椒 通常这样子烧要让它烧多久 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们同时两锅在做 刚刚这个肉已经七八分熟了 现在在这边再煮到十分熟就好了 然后起锅以前我们加一点盐 刚刚有胡椒了 所以我们肉已经有腌过 所以你的盐不需要太多 只是给那些甜椒有一点咸份 然后再来放上一大堆的葱 所以这个就是吃它的香辛料 然后整个拌炒匀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他师父他这个配方 他可以造福到非常多男生 不要忘记有些男生 他属于现在的上班族 他是非常身体非常精神强壮 体力充沛 但是他是一个不孕症的 或是精虫的下降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但是我要先前提是 大家会觉得这句话 好像有些矛盾 就是身体强健精神有力而不孕 这是因为是 其实举个例子好了 太监他精神充沛 可是他是生殖系统 跟生命系统是两回事 所以其实像我有个病人 他是29岁一个消防员 他本身你知道消防员 他本身要加班熬夜要值班 所以而且但是他在余力之下 在下班他必须要去强健 因为他们要去做一些体力的考验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 非常劳累的一个消防员的 一个消防小哥哥 可是他本身 有个问题是他结婚两年的 还是一个不孕症生不出来 去检查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活动力跟一个数量 一直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偏差 下少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老婆说 如果你要改善这两年不孕的问题 我们不妨采用一个就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陪着老公熬夜 到最后加班下班回来 我们就炖猪肉方法 因为牛肉他的酒炖方法 老婆不会又不能吃海鲜 有蚁麻疹 用炖煮猪肉方法 把胆固醇下降 而浓度可以提高的一个炖煮 像金针瘦肉汤也好 或炖排骨汤也好 去提高他 那这样的果真之下 还有加上就是他把冰的饮料 减少了 不要吃那么多冰品 大概是大概三个月的中药条理 他就一个 就开始老婆就有 怀孕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讲到中医的部分 中医为什么讲到一个猪肉的一个中医的药疗呢 事实上猪肉跟牛肉羊肉不一样是 它本身是比较滋润型的 就是说它处于一个热病伤精 你在发高烧 还有在救火失火 你很热的时候 消耗掉很多的精液水分的时候 它可以去滋润进去 第二就是肾虚疲劳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熬夜加班 又喜欢打电动 或是熬夜狂欢的人 他们肾虚又身体很干燥的时候 猪肉是比牛肉羊肉在红肉 是占有比较大的一个疗效的地位 那在营养学来说 在西医的营养学是 其实你们都会觉得说 鱼油好像维生素D是最多的 事实上猪肉的猪油里面 其实维生素D含量也不少 那只要是讲到男生的生育率来说 维生素D可以提高它的一个精绸的数量 如果你要把你的身体的生殖情况 不准不管男生或女生 维生素D在猪肉里面 不管是容易流产 或肾虚寒冷或金虫树 还有形态有问题的话 其实猪肉占有比较大的一个地位的 那问一下罗医师 猪肉采买的过程 你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只要生肉 在外头置放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就要小心细菌会增加 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节目录影 就会摆出生肉给大家看 平常观众朋友生肉采买回家 要赶快放到冰箱 对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一个病人 那一个35岁的女生 她就说她一些恶心呕吐拉肚子 那之后有些腹部不舒服的状况 就让她直接先去挂急诊 那她是说她前一天晚上 吃完晚餐之后 她就觉得胃部开始不舒服 之后就一直拉肚子 然后就开始发高烧 又脚痛得很厉害 那我们把她抽血做了一些检查 看到说她白血球很高 已经接近两万了 我们一般大概就是一万左右 那我们就帮她做一些 那个检体的去做培养 那检体培养出来 发现是一个三门式杆菌 那就问她说 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 不卫生的一些饮食 或者是有去买一些东西 吃生冷的 她就突然想起 那天早上 她从市场把食材买回来之后 放在家里面 那因为突然时间太赶 被call回去公司 她就匆匆出门 就忘记把食材去保存下来 那等到她下午下班了 回到家里面去煮的时候 才开始把那些食材去做处理 那我们就确定说 她应该是一个食材保存不良 导致她上面的一些 三门式菌大量的繁殖之后 引起她一个感染性的腹泻 那这边可以提供一下 大家就是那个 生肉保存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温度 叫做一个危险的范围 它大概就是借在了 我们的摄氏4.4度 跟60度中间 那如果你把生肉 放在这个温度中间 它上面的细菌 大概就是每30分钟 就会成倍的增加 所以大概就是 如果食品买回来 或者是食材买回来之后 建议大家就是 可以的话 赶快把它放到 你该有的温度里面 去做保存 那生肉的部分 大家就是建议 放在摄氏4.4度以下 大概就是一个 冰箱一般的温度 看你要冷藏或是冷冻 那如果熟食的部分 大概就是你要保温 大概也在摄氏60度以上 那一般如果我们去肉品 要去做烹煮的时候 我们肉品的那个中央的温度 大概至少说建议 大概在摄氏71度以上 比较安全 比较不会有细菌的滋生 对 而且猪肉一定要全熟食 千万不能生食 而且洪医师也提醒观众朋友 事实上肉质 能然是蛋白质的营养素 非常好的来源之一 对 最会限蛋白 大概是我们肾脏科医师 病人一旦到了胜功能 衰退到代糖不良 我们会跟他讲要限蛋白 但是限蛋白犹如两面刃 我们现在肾脏学会 其实一直在检讨 腺蛋白这个政策 到底对病人延缓 他洗肾的那个时间 到底有没有实质的那个帮助 那我就举一个 我临床碰到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55岁 他是一个糖尿病 然后慢性肾衰竭 然后在新陈代谢科那边追踪 那最后肾功能就是衰退 衰退到20分 就转到我们诊 那他是一个非常焦虑紧张的 或者他在焦虑紧张什么 他的父亲也是糖尿病 那也开始也大概在他那个60岁左右 那个年纪就开始洗肾 洗肾洗了五年 他父亲就过世了 他一直很担心 这叫基因就是一个遗传的蓝图 他觉得他会不会走这一块路 他也胜功能剩下20分 会不会很快就洗肾 洗肾完之后就过世 他非常担心 那我跟他讲说 你只要好好控制那些血糖 腺蛋白腺磷腺脚 这个还好 但是他还是很焦虑 我后来转到那个营养师那边 请营养师再跟他谈一下胃教 他突然学到了原来腺蛋白这件事 对延缓肾功能是有帮助的 那他就开始腺蛋白 他不是腺蛋白 他是断蛋白 他去看过营养师之后 他断了完全不吃任何蛋白质 的确我们讲蛋白质会代谢成氨基酸 氨基酸会代谢成一个叫寒氮的肺物 我们抽血一个尿素蛋 就是那个 他那个抽血那个尿毒素 尿素蛋就突然降很低 他非常高兴 他想说我肾功能好像大幅改善 事实上他是因为没有吃蛋白质的关系 那刚开始是精神还好 可是到后面 因为陷了太多蛋白 蛋白质是什么 鱼肉 蛋奶 豆类 这些都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他的免疫力就下降 贫血很虚弱 他尿素质感觉是进步了 但人更虚弱了 他就经常感冒 那一次比较严重的感冒 就并发肺炎就住院 他知道他的当在病人已经肾功能 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你一次肺炎 就把那一点点的功能给拿掉 他就当天就洗肾了 我们吃了一大堆的猪肉也好 牛肉 面粉 白饭 面条 其实没有B1 它没有办法去化学反映成 我们需要的精气神 所以其实猪肉里面B1是高的 现在补虚补灶 解除疲劳是OK的 那如果年纪大的一夜奶奶 食欲真的不好 他们只能吃一扫量的时候 其实你吃这个肥猪肉 其实何尝不可 有一段时间 还好他有恢复 所以我们后来 我慢慢慢慢把它又停止了 停止完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现在开始 我们讲现蛋白 现蛋白依他的体重 我是建议他一天 至少要吃四分的蛋白质 并不是完全断蛋白 他就他终于知道了 而且我建议他可以从一些 豆鱼啊猪肉啊 这些就平均摄取 他开始吃蛋白质之后 他反而身体精神 他血色素上升了 到目前五年过去了 其实还没有开始 我叫他每个月 回来追踪那些数据 就还没有开始起身 那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质 叫正确的蛋白质 糖尿病病话 我们他就是要 限制肿热量的摄取 你蛋白质的摄取 大概占我们肿热量16% 那你大概可以吃六到九份 为什么会有这个 你体重五十公斤 体型比较小 再吃六份 体型比较大 就要九份 最严格的叫做 我们讲肾功能不好 不是所有肾功能不好 都要限蛋白质 抓肾丝球过滤率 剩下45分 45分以下才要开始限蛋白 那那时候大概多少 只能吃四到六份的蛋白质 这个大概是一般的 大概二分之一般人的 二分之一左右 糖尿病的 其实已经是比一般人少一点了 那你会发现 很奇怪的一个数字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表有没有写错 红色那一排 洗肾患者 他的蛋白质的量 竟然要吃到 比一般糖尿病的更高 要吃八到十分的蛋白质 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 洗肾 我们洗肾基在洗肾过程 会把他蛋白质给洗掉 所以很多高龄透析患者 我们现在人工肾脏 越来越强 洗得很干净 结果把他的蛋白质 拉完之后 他整个就虚弱 就贫血 整个就反而要掉他的命 所以已经在洗肾的 野野奶奶 要吃更多的优质蛋白 肉类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而且贫血 基本上是有不一样的可能性 其实贫血在医疗上 医学上 他是有分不同的状态 你要针对不同状态 给不同的治疗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我们正常一个人 男生跟女生 医生会什么时候 叫你跟你说你是贫血 女生大概我们的血红素 12以下 男生大概14以下 算贫血 但贫血之后 我们要开始去分析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贫血 我们真的在去做这个检查 是去看那个红血球的大小 我们的大小会用这个数字 叫MCV来做表现 正常的范围是80到100 大于80就是你的红血球 比正常来的更大 小于80就是你的红血球 比正常来的更小 还有在月经来的时候的贫血 往往都是属于小球性贫血 小球性贫血的原因 除了一些遗传 你可能一出生 你就知道自己是地中海贫血以外 最常见就是所谓的缺铁性贫血 那因为它的族群太大了 所以很多人只要一听到你贫血 马上就拿了一个一盘红肉 拿了一些含有铁质的东西 就赶快补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两种贫血 很多人容易忽略 第二种叫做这个正球性 就是指你的球 你的这个红血球的尺寸 是属于跟我们正常的红血球一样 但是你是贫血的人 急性出血 你身体还没有办法制造新的时候 会出现是这种正球性贫血 另外有一个就是红医师的病人 很多慢性肾脏病的病人 是因为制造的关系 让他的血 血球是正常 但是他的血红素的浓度 一直上不来 那是有个很特别 有些老人家 我们会不小心见到 所谓的大球性贫血 它跟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是有关联性的 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有个70多岁的阿姨 她来看诊 那那时候她来看诊的时候 其实她家人是先进来 她说为什么 其实她这个阿姨 最近脾气变非常暴躁 那家里常常在一些 不该放的地方 出现了一些东西 例如在花盆的下面 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 放了一把钥匙 那她也不是特别去藏那个钥匙 她就是觉得应该放那里 冰箱一打开 里面竟然有一些 这个花盆的种子在里头 那那时候 这个家人很困扰 一直觉得她应该就是所谓失之症 那时候阿姨进来的时候 她就开始讲她的症状 我就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她的眼睛下面这个地方 是发白的 而且满白的 那我想说好 那我们还是要先把 内科疾病给排除 一座抽血 它就是属于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MCV是大的 它是接近100 那但是它是贫血的 那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找原因 包括你营养素 叶酸的缺乏 还是B12缺乏 那时候我就问她一些 她以前曾经的病史 她说阿姨其实身体没什么问题 她唯一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常常在拿胃药在吃 这个就变成破案关键 我们要知道很多老人家 在这个年长的时候 突然发生 我们说大球性瓶血 往往跟她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慢性萎缩性的 胃炎有关 所以你可以从她的病史中 就从她曾经的这个用药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她可能一辈子很常在吃胃药 那为什么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我们的胃其实除了去分解 我们的蛋白质以外 它分泌一些特殊的一些因子 这些因子会帮我们抓一些营养素 例如就像B12 所以呢其实当我们长期慢性的 胃的表皮萎缩了 它的这些可以帮我们抓营养素的因子 就分泌不出来 所以它在长久之下 就可能会B12缺乏 所以这个病人其实你给他吃那种什么 你直接给他开这个 叫他吃叶酸 效果也不一定好 因为他胃已经比较不好 就是用肌肉注射B12 注射了我忘记三个月吧 他整个人的状况就回到正常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看到老人家 你以为他是失智症 可能不一定是 你只要把对的营养补充回去 可能人就回到健康状态 那接着像我们李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公保 公保 华里肌 这是里肌肉 切块之后把它腌一下 这个腌的话就要比较 注意一下就是 它不是那么的滑 好 所以你就要 需要蛋白来滑 然后 现在的一碗的里肌 大概只要一点蛋白 一大匙就够了 然后酱油 一大匙就够了 蛋白的目的是 待会让它滑 蛋白表面会再形成一个保护膜 把它的水分锁住 尽量防止 然后酱油跟太白粉 对 然后抓它 抓一下 刚才你看到有水分 你要抓到它会黏黏的感觉 这个才叫完成 就等于让它的水分进去 对 不是这样拌两下就算了 一定要把它抓到 你看这样子 黏黏的就可以了 好 然后腌好了之后呢 这边我们就加点油 因为有太白粉在上面 所以你必须要一点油 不然你一下去就粘成一大块了 好 所以现在就先加了 这边加油的目的 其实不是让它肉嫩 那油跑不到肉里面去的 油待会还是会掉出来 只是说你有加了粉 有加了蛋白 你如果不加油 这样下去 它就一块在那边 明白明白 就等于你其实还是需要油来隔绝 把它隔开 但是你两边都加一点 锅子内加一点 锅子那边加是要炒它 然后肉的表皮 你要让它每一颗中间能够隔开来 好 听懂了 所以有一些观众朋友 有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动作 他下去 可能所有的肉都黏在一块 就结成一球了 果然现在就比较好划开 你这样子的话 你稍微拨一下 他就他就完完全全 就是不会黏在一起 像这样子剥开 所以你要做滑的动作 就像这样子 而且因为这一块部位 本来就油脂比较少 对 所以需要一点点油脂滑它 这样子它就会 整个就是散开了 就不会黏在一起 这边我们就不管它 让它持续加热 那旁边这边我们要调个酱汁 公保酱汁 好 公保酱汁就是酱油 酱油 然后它微微的酸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的醋 一般的厨房的白醋 就酱油加白醋 然后米酒 酱油白醋米酒 有多少醋你就要加多少糖 让它的甜度平衡回来 然后这边加一点太白粉 酱油白醋糖 然后少量的米酒跟太白粉 太白粉在这里滑 待会这个芡汁也会比较浓 其实像这个的主要作用是怎样 就是我这边待会肉炒热了之后 如果我在里面调味 如果我是酱油啊醋啊 在这边加的话 它的表面的淀粉 就会把它全部吸走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肉 就变得烂烂的 对 那我这边粉把它调好 在这个调味料里面 一下去受到热 它马上就会把它包覆住 像这样子 这个肉就差不多要熟了 对 它味道熟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 好 干辣椒下来 蒜片下来 那目前为止让它的干香炒出来 对 这一看就很开胃 对 然后师傅今天还准备了这个 这个是什么 笋子 穿烫过的是不是 对 烫过的笋子 要熟的不能用生的 生的会 笋子一般来讲都一定要烫过 所以待会其实也让它平衡 那个比较浓郁的味道 对 好 笋子下来 别那么多 加了笋子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腻 好 最后我们的葱 葱先上去 爆香一下 可是你酱汁反而是最后才下 最后酱汁一下子而已 就只要有个调味道就可以了 好 好 这边 好 这边我们把它炒到都热了之后 酱汁 你不一定要挂上所有的食材了 对 你不一定要全部下 这样子笋子也会挂上风味 都会有 然后里姬也会挂上风味 我懂师傅的意思了 所以其实这个鱼如果是比方说 任何鱼类把它切成鱼丁也可以 一样 你用烫的也可以 最后撒上一些花生米 好 这一道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喔 它的里姬又算是厚实的 所以你要大口咬下去 这我本来想说 那个味道应该不是很好 可是咬下去 哇 那个弹牙之外 那个味道极佳 可能跟它的那个调味 我讲它加了那个花生米 还有花生 还有那个我讲那个笋丁 这两个再加上它的调味 非常的道地 所以吃下去真的有一种 大口吃肉的那种痛快感觉 那我在想说 吃猪肉多重要的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喜剩的奶奶 她七十几岁 那她女儿五十几岁 都是女儿在照顾她的 可是最近是女儿 自己心脏也不好 所以她女儿再也没有能力照顾她 就把她放到她家附近的 那个安养中心 她已经在我那边洗十几年 每个月我都会抽血 都会看到我刚刚讲的一个指标 我们刚刚叫白蛋白 她白蛋白 其实奶奶的白蛋白都还不错 可是只要去住了安养院之后 就开始往下降 最后从她本来是3.8 降到剩下3.0 我刚刚有讲说低于3.0 她的那个半年内 死亡的几率就会大增 那当然我觉得再下去不行 就打电话给那个安养院 跟她聊一下 她说奶奶很挑食 他们安养院住的 他们是有煮肉的 可是奶奶都不吃 那只有她女儿 一个礼拜会去看她一次 那会带那个东坡肉 她女儿做的东坡肉非常好吃 只要吃奶奶都会吃完 那我才发现 原来其实很多到年纪大 其实去住安养院 我想心情也不好 心情不好 然后那个整个食欲 整个就会 那只要食欲不好 贫血 贫血更没有食欲了 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我后来就打电话 跟她女儿讲 多去看她妈妈几次 多准备东坡肉 大概一个礼拜吃3次 吃了一阵子之后 她的那个白蛋白 又回到了3.5 贫血啊什么 那个都改善 那肥猪肉到底能不能吃 我们刚刚讲说瘦肉 没有怕那个肥猪肉饱和脂肪 有一个美国 有一篇蛮有趣的研究 那个后来国家地 杂志跟BBC都有报这个研究 他们去统计出 全那个叫做 最营养的100种食物 那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研究的 他就根据20岁的那个年轻人 他需要每日需要的 那些营养成分 那去寻找1000种食物去比照 那给他做一个排名 那前10名里面 有三个都是鱼啊 什么比目鱼啊 鵰鱼啊 这个有三个是鱼肉 肥猪肉竟然占第8名 你会发现 其实肥猪肉事实上 它是一个营养 以它的比例来讲 不管它的一些维生素 热量脂肪 还有很多的脂溶性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 我是觉得它是应该 非常营养丰富的食物 那如果年纪大的夜晚 食欲真的不好 它只能吃一少量的时候 其实你吃这个肥猪肉 其实何尝不可 那问一下这个罗医师 刚刚讲猪肉是补铁的现代人 其中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铁子其实在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我门诊的一个女性 她28岁的一个女运动员 那她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头晕 常常容易心悸 然后头痛 然后她觉得好像 常常都失眠 睡不是很好 导致她有一些注意力 比较不集中 那之后她又觉得 好像四肢都比较容易浮肿 然后又觉得说很容易累 那她其实就是有一些 比较不典型的症状 看过很多的一些门诊 那也没有查出特别有什么疾病 那后来她想说 她是不是有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 或者是内分泌失调 她就来挂我的门诊 那我就问了一下 因为她是一个从事运动运动员 固定大概就是会去做一些重量 比较重量的训练 那过去这一年来 她因为一些运动上面需要 所以她增加了一些强度的训练 那她发现说 她这些症状好像最近开始训练 这半年三个月之后 运动之后越来越明显 那我还是有帮她做了一些检查 看看 当然说内分泌的功能 比如说甲状腺 肾上腺 女性荷尔蒙 都有帮她做一些检查 不过这些荷尔蒙出来 她都是正常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她在一般抽血的时候 看到说她的血红数很低 大概就只有10 那再看一下她的红血球容积 像刚刚陈医师讲的一样 她MCV是大概只有70 所以她是一个小球性的贫血 那有问一下 有没有肠胃道出血等等的症状 她其实都没有 那所以我们再帮她看了一下 说她血液里面的含铁量是很低的 那这时候再帮她去算了一下 发现她血液里面铁的饱和度 是少于20% 所以她确定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 但是她并没有从生理期 或者是肠胃道去做流失 那所以她应该是因为她重量训练 她的训练氧气需求量增加了 那身体里面代谢都需要这个氧铁 去谈带着一些氧气 送到各个部位 去当做一个能量使用 导致她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跟她讨论说 看她要先做药物的治疗 还是说从食物去做补充 那她后来决定她先去做食补 所以大家就建议她说她如果可以去食补 她可以选择一下我们就是 含铁高的一些红肉类 那蔬菜水果比如生绿色的 也有含铁量都可以去做补充 那红肉类的部分 我大概就会建议她说 因为红肉类里面的铁是二架铁 可以直接让我们身体吸收 那也是我们一个红血球 生成素里面可以直接使用的 那就建议她多做摄取 植物类的蔬菜水果 大家建议说 她如果摄取的时候 可能需要补充一下维他命C 因为我们植物的铁是三架铁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吸收 那要还原成二架铁 才会帮助我们吸收的比较多 那她大概这样子 做了一些饮食的调整 那再配合她运动 稍微就是增加一些铁的补充之后 大概过了三个月再回来 她症状有改善了 那之后大家就确定 她应该是因为运动 导致的类似贫血这样子 猪肉也是这个维他命B群 跟B1很好的来源 我有个病人 他本身是一个四十岁 是身强力壮的一个 无国界料理的印度厨房的老板 他本身 对 他就是一个印度老板 然后来这边开个印度无国界的 他本身就是 他本身疲劳 又要做甩饼 手又痛 又要那二四小时 要上班十六个钟头 又要自己是老板 又印度厨房 无国界 做很多料怎么办 他就每天很累 然后全部的他高血压 高血糖 我们都已经把它控制很好 可是他每天跟我说 他很疲劳 那很疲劳的时候 我说那你不是姜黄很多吗 姜黄不是第一发言 发言第一只王 他说我吃了 可是我还是很疲劳 因为他不爱吃肉 他说任何的肉类 他觉得他吃得很累 他每天累到想休息 就我们就说 那你最近是不是有个方法 因为其实你们的餐厅 现在推出一个 就是香料的战斧猪排 你要知道猪肉是怎样 越烤越juicy 它不会老掉的 因为猪肉本身的油脂性 它在一个肌肉跟肌肉之间 肌肩脂肪是高的 跟牛肉不一样 牛肉里面的脂肪是不高的 所以我们就用他的一个战斧猪排 他说那不然就勉强一下 反正你那么多肉 吃一下高贵的政府猪排好了 在果真在这样吃下去 他的疲劳精神被解除了 所以回想到 如果说在日本 你知道知道是 日本最长寿的岛 就是琉球 琉球是把猪肉 变成长寿之药 因为我们在 没有大量食用猪肉之下 我说不要吃那么多 我们是每天适量食用之下 其实在高温烹煮过 据研究发现 我们的三小时 高温烹煮像昆布 大量熬煮之后 是他的脂肪会降低 30%左右 那脂肪降低 而且你的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营养价值 会被提高的 所以猪肉是可以 大量烹煮的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 一个B1 我们吃了一大堆 这个猪肉也好 牛肉 面粉 白饭 面条 其实没有B1 它没有办法去 化学反映成 我们需要的精气神 所以其实猪肉里面 B1是高的 所以在补虚补灶 解除疲劳是OK的 那这时候为什么牛肉 还是排不上呢 因为牛肉本身 它的个性 牛肉这个人个性 它会生风动火 你越吃牛肉 你会越燥热 越累 所以猪肉这时候 是略胜一筹的 那有没有什么人 吃猪肉 要稍微注意 或者要控制 这个油腻的部分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 虽然一直在讲这个猪肉 或者是讲红肉的好处 但是我们的前提 都是在这个人 本身是选择 都不吃红肉的情况下 我们会鼓励你还是适当摄取一点 其实国外都已经很多建议是说 如果你这个大量摄取红肉 对心血管疾病是有关联性 所以我们在门诊上 假设看到他有一些 有高的心脏血管疾病 风险的人 我们还是会特别提醒他 红肉少吃 我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男生 这男生其实来 每一次都没有拿药 我们就六个月 见一次面 见一次面干嘛 抽血 看一下他的指数 为什么 他的胆固醇多高 我们先讲正常胆固醇 胆固醇是总胆固醇200 叫做正常 那有个叫低密度胆固醇 LDL 通常100以下是最漂亮的数字 当然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达到 他到多高呢 他总胆固醇300多 就是非常高 其实我们胆固醇没有 像我们想象中 100是很高的意思 低密度胆固醇高到200多 这个呢 在我们的医生的建议 看到这个指数 我们一定要建议用药 因为他是高风险 心脏血管疾病 一问之下 他不止这样 他的饮食 他是一个非常重 很喜欢吃东西的人 就是一个美食家 他一个礼拜 至少吃三次以上的牛排 那平常没事 他在家里选择的料理 一定都是红肉 所以比如说猪肉 也是其中一种 什么鸭肉 他比较喜欢吃一些红肉的 他就不喜欢吃鱼 不喜欢吃白肉 每次跟他讲 都说你这一定要吃药 他都不听 他就说没关系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身强体重 我就是喜欢半年来看一次你 后来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我想说应该也是 他就觉得每次这样被我讲很烦 有一次又来挂号 这次来是推着轮椅进来的 进来的时候 他就说医生 你之前不是叫我吃药吗 我现在要吃 我想吃药 一问之下 他在这一段消失的日子里头 突发性的脑中风 不过他运气很好 是他在复健后 他至少轮椅 医生是判断以后还可以走路 但是这一个 我跟你讲 人都是只要你半只脚踏进棺材 你什么该做的调整 就会开始来调整 所以他当时又要求 要吃胆固醇的药 为什么红肉 在我们的很多建议里头 会建议你说 如果会造成心血管 疾病风险比较高的人少吃 除了他里头的饱和脂肪酸 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跟他的这个成分 叫做左旋肉碱有关 左旋肉碱 我相信很多在减肥的人 都有听过 好像说吃这个 可以增肌减脂 那可是呢 当你大量吃的时候 就有研究发现 当他大量吃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肠味道的 维生菌融合 分泌出一种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 动脉周状硬化的机会上升 可是这个前提是在大量服用 也就是说假设 我们是一般的吃红肉 OK 可是如果你是过度的 摄取红肉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让这个状态产生 所以反正回归根本 我觉得红肉可以吃 但是如果你大量吃 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我就建议你千万 要把它慢慢戒掉 那节目最后 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咬 今天谈了吃猪肉的一个好处 我们讲猪肉属于红肉 那红肉跟白肉的比 我是建议一般人 大概一比一的比例去摄取 那有哪一些病人 要特别多摄取一些红肉 像一些我们讲一些癌症 造成一些贫血 或是一些老年人 他的营养数快速下降 你要快速拉他的营养的时候 还有一些我们讲产妇 哺乳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一些营养 这个都可以摄取 比较多一些的红肉 那不然的话 其他就带我们讲说 蛋白质均衡摄取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好 谢谢红医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作画 也都会购在年代 曼吉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赖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赖帐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